今天饭菜好吃吗 没有 为了可以 就提前给你们 还有还有 都不过了 哇 这里这么多人 这里已经很少了 你还没有去 天哪门亮啊 困死了 这么早起来 师傅早上好 现在是凌晨的4点08分 因为今天要做的菜式 工序很多 很简单 所以今天要 再没有谁的脸色 需要照顾 也没有谁的难题 需要应付 这期我们拍摄的视频 本来是想做一个特别的盆菜 后来我们小伙伴讨论中觉得 最特别的盆菜 就是和亲人一起分享的盆菜啊 既然如此 这次我们就决定做一些 特别的事 那我们就开始吧 说到盆菜 你是不是也像我一样 以为是把所有贵价食材 放在一起的大乱炖 但原来 真正的盆菜盆菜用来 广东面有十分贵重的食材 而且做法还极其复杂和讲究 首先准备姜片 葱段 蒜蓉 红葱 分量要多 因为后面很多步骤都会用到 接着就是 鸡 说广东人跟鸡是带接仇 这是没有历史根据 但有事实证明的 所以做盆菜又怎么会少得了它呢 小茴香 鸭八角一起冲碎 连同葱结 姜片一起倒入水里 再加入盐 和盐 温泉水沸腾之后就可以去泡了 盖盖煮8分钟 再给它翻个身煮8分钟 然后关火焖20分钟就可以出锅了 嗯 浓浓的咸香味 为了纪念我第一次斩鸡 所以我要先披金 盐水机 完成 然后是盆菜的灵魂 五花肉 五花肉的味道鸡汁水是传统盆菜的基地 绝对西味无疑 大火冷水下姜片 葱 料酒 和八五花肉焯出血水 出锅后立刻放到冰水里降温 然后淋干水分 用剪刀疯狂地在猪皮戳孔 方便待会油炸 热锅下40块钱生油 等油温甚至烫熟的温度 猪皮朝下 搅拨炸 哎呀 短时间 原来的鸡皮干 当炸至猪皮成金黄色 比起起泡泡的时候 就可以捞出来了 再泡一次冰水 确保肉质生化 然后立干水分再切成小块 重头戏来了 南乳豆豉酱生抽老抽牙碎 搅拌成特条 用葱姜蒜倒香油锅 再把当炸的特条用油脂炒香 切好的五花肉下锅 再把特条均匀的包裹每块肉 然后放适量的玫瑰露酒 高汤 黄片糖 八角 香叶 鬼皮 大火烧开转小火没有半小时 南乳五花肉 完成 嗯 馋死人了 这是大湖人家采用的门扇干 一米二长的门扇 分量十足 以前在盆栽里能吃到门扇干 可是十分有排场的 先减成二指宽的小块备用 热锅锐揉下门扇 放炸出容易香味 要一起泡的时候 就立刻捞出 放入水里浸泡两小时 最后离干水分备用 从刚才五花肉那里 耗来一勺汤汁 无垫豆豉酱 生抽 黄片糖 调成酱汁备用 葱姜蒜 保香油锅 加盘干翻炒 再下点玫瑰露 增香起筋 倒入姜汁翻炒均匀后 用高汤没过涮甜 同样是大火煮沸 满火焖半小时 酱焖焖煮干 完成 下一个是 鱿鱼 等等你看几点 还有六个菜要做呢 哎呀完蛋 时间很紧张啊 要快进才行啊 接下来的配菜步骤 繁琐且费时间 所以就不详细解说了 但这做方法都已经列了出来 感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跟着做哦 倒炒鱿鱼 完成 还有时间吃 芋头作为底捞之一 有着又嫩又粉的口感 吸收了上层的汁水 吃起味道绝佳 价格低廉又填饱肚子 炸芋头 完成 冬菇就是沙爆猪皮 跟牛豆腐一样都属于发物 寓意发财的意思 而枝竹寓意枝竹常乐 三种食材都是吸之能手 作为盆擦在底层食材 必不可少 这些步骤看着简单 花了我好几个小时呢 闷扶皮 完成 闷枝竹 完成 焖牛豆腐 完成 冬菇的做法比较简单 但需要泡8小时就很费时 用特条酱汁焖出来的冬菇 基本可以独立成为一道菜了 闷冬菇 完成 虾算是逢天过节礼饭桌上的上菜了 所以盆菜里必然有它 白桌虾 完成 终于最后一个 累死宝宝了 白萝卜也是重要的底层食材之一 发挥了解密和饱度的作用 算是最后一个菜了 鸡汤萝卜 完成 耗时12个小时 九道菜式力竟炸足炒焖中五道工序 终于完成了第一步 而通过漫长的盆菜制作过程 不知不觉中 我领悟到了老姨贝对我们的亲切教诲 接下来拿出砂锅 咦 怎么不是木盆 早期确实用的木盆 但由于木盆容易藏物纳垢 所以现在都改用了方便清洗 可以加热的沙包和钢盆了 好了继续拼 底层先放萝卜 有豆腐 扶皮和枝竹容易吸汁水的食材 中层放的是芋头 门扇干 五花肉 再淋上闷五花柚时的汁水 最上层放鱿鱿 冬菇 鸡 虾 再添个好彩头 稍微加热一下 历史接近制作13个小时的围村盆彩 终于全部 拼装完成 清尝尝我最爱吃的冬菇 嗯 这股香味就很 冬菇 鲍鱼一般的爽感 还带着菇香 仿佛山珍与海味 同时散发着芬芳 我又怎么能放过厨子见面的门扇呢 油润的鱼肉 渗透着南乳花肉的咸香 紧实而不柴的口感 仿佛我正在吃的正是门扇干 你看 五花肉在向我招手呢 甜咸纯干香混合在一起 这口感复杂得来又不会太过 果然不配米饭就是一个大错 时间关系 就不让你们看我把所有东西都吃个遍了 免得你们羡慕 真正的盆菜是可以做到每层的味道都不同 各不影响串味 跟外面的千层一味有田园之别 会不会觉得很奇怪 忙碌了一整天 就只有这么小一盘 其实 真正在 这里 临近春节了 只要我们有心总能和家人吃上饭 但有些人呢 他们可能连饭都吃不上 所以我们特意提前联系了关怀露宿者 支援组织 希望把我们做的盆菜分发给露宿者 让他们能在岁末吃得上一顿好饭 十三斤一盆的盆菜 我们做了两盆 一共二十六斤 希望能让尽可能多的露宿者可以吃到 我可以过来 我可以选择 没选择 你们可以选择 还是要解决 我们去做的 用的是小铃铛 有点小铃铛 是小铃铛 再接到木铁铛 接位 来接到木铁铛 可以 可以 不到十分钟 我们准备的三十盒盆菜 以及米饭已经拍完了 甚至都来不及拍摄记录 但还是有不少街友过来询问 还有没有米饭 就刚好我们做了很多好吃的 就带过来给大家一起吃 好吃 谢谢 谢谢 你都吃完了 还是明天就做了 还有留一点明天再吃 还是剩了一半 希望你们可以吃餐 好的年夜饭 这个等于吃年夜饭了 过年了 再过年了 再过年了 为了让更多人知道这种公益活动 我们采访了这次活动的负责人 我们想问一下 像这样的公益活动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然后最初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样 我们这个活动的话 我们这个活动的话是从04年开始 最初的目的呢 就是想派一些物件 让我们的一个露宿者有一顿饱饭吃 最初的目的是最初的目的是这样 多少志愿者会参加 大概有40人左右吧 像如果大家想参与到这么有意义的活动 有什么报名方法呢 哦 这个方法很简单的 就直接在百度那里打算奇迹见者报名 以后的话链接就出来了 我们在里面填一下资料 大概是两三分钟就可以帮名成为了 再回去的初中 再回去的初中 我们几个小伙伴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帮助他们解决了一顿饭 但明天的饭呢 后天的呢 我们还太弱小了 能做的事情真的太少 难道就 以善小而不为了吗 也许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 就是继续用心做好每一期视频吧 让更多的人关注到我们 我们自己强大了 才能有更大的力量 用更好的方式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好了 重新希望新的一年里 就如蜘蛛侠手说 我们都能有更大的能力 去承担起更大的责任 下期见啦